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9月16日深夜的桑普伦正时间 希望大家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每月订额可以支持patreon的link 可以在我youtube第一个pint comment box, 最下面的地方有个patreon的link可以进去每月订额付费支持 也希望大家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今天我比较忙些, 礼拜一就是在中秋节之前先祝大家中秋团圆合家平安 幸福美满, 健康快乐, 为在囚的人士, 为在审判中的人祈祷祈福 好, 也希望大家关顾他们, 了解他们, 将他们的声音尽力用合法、合理的途径向外传播 这一点, 希望大家都关注他们, 也希望在香港各位看这个节目, 守护自己的初心 好, 温存自己的希望, 听多些新的资讯, 也希望怎样都好, 一家人, 团团圆圆, 快快乐乐 好, 这个是我冲心的祝愿 今天比较忙些, 今天就是早上的时候, 和朱耀明牧师, 又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节目 这个星期日, 和下星期日, 都会有关的广播, 希望大家留意这个桑普频道 好, 另外也希望大家知道, 今天下午也是出面录了一些电视, 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节目 所以都几多东西搞, 所以到现在才和大家可以做节目 那做节目, 今天讲什么呢, 大家知道了, 美国大选 那美国大选讲什么, 大家不需要我猜, 看标题都知道了 第二次行识, 就是这个我想, 是很严峻的问题 我不可以说史无前例, 但我想这件事是非常罕有 在这么短的期间, 一个总统候选人, 被两次企图行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无党派之师, 不论所有的情况 他是一个合法的候选人, 被这样做的时候, 一定要掀起全国的憤慨 这个不只是说, 你的对手, 譬如Carmen Harris, 说一句说, 哎呀, 祝福你没问题啊, 譴责暴力啊, 这些东西 而是说, 不是Carmen Harris 的问题, 是所有左派的人 对这件事, 是有什么看法呢? 有没有反省过, 是一直以来 但是, 这么多人在说, 特朗普是一个独裁者, 特朗普是一个垃圾, 然后煽动起他对仇恨 无论他的观念是怎样, 只要见到特朗普就黑人生 是一个违反法治精神的独裁者, 纳水, 希特拉新纳水, 剷除他, 有他, 美国就会灭亡的了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 为什么你不discualify他呢? 为什么你不去取消他的资格呢? 因为取消不了, 迫于无论要杀他, 这些仇恨的情绪, 是导致了这么多的枪击案件 不难的案件, 他开枪射川普, 射死这么多人, 几秒钟后被特勤人员开枪杀死 这一单, 在刑事法里, 我不叫attempted murder attempted murder是什么呢? 我拿手枪来, 抛鸡, 打不中你, 这叫attempted murder 谋杀未遂, 什么叫做预备谋杀呢? 可能是一个有预备的犯意 在台湾都是犯罪, 预备谋杀也是一个犯罪 预备杀人, 预备谋杀, 就等于你未曼杰, 你未attempted murder 但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已经进入了, 枪冠队准了, 这一刻就已经接近那一刻, 这个也是犯法的 他的刑度可能会减少少, 但这个情况相当严重, 未必一定是得减免其刑 但未必一定是减免其刑, 但未必一定是减免其刑 我一个很毫无慧言, 是一个瘋佬来的 这个瘋佬叫Ryan Wesley Ralph 他这个瘋佬58岁的 2016年的时候支持过Trump 后来他极度不满Trump, 那四年的论政表现 之后很生气 然后他今年连续20次, 捐款去支持民主党的Act Blue 也有很多证据在这里, 他去到佛罗里特州 Trump自己的哥尔夫球场, 特朗普是有钱人 他有个哥尔夫球场, 在West Palm Beach 他自己打哥尔夫球 当然了, 高业呼球场, 平整的草地, 外面有很多冠木, 桥木 在300至400米外的冠木堆里面, 他躲在那里 掛了两个包在铁网上, 然后一支AK47的手枪 伸出, 我不知道是否在瞄准, 不知道 这个时候, 特勤人员secret service的人已经发现到他, 有枪声 有没有打中他, 不知道 总之将他拘捕, 他没有死, 也将他拘捕 当然了, 由于他未开枪, 特朗普是没有丝毫无伤的 但这个是一个惊魂, 这个惊魂证明到 美国是否已去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今时今日, 这班这样的人 是相信了民主党, 那些所谓要铲除恶魔, 铲除独裁者, 铲除新希特拉的这种号召 于是会这样对付特朗普, 我想请问你, 这些人会不会支持这样的行动呢? 起码Carmen Harris给他一个credit, 拜登给他一个credit, 那些会谴责暴力 这一点呢, On his face, 我没有意见, 他说的是对的 作为一个领袖, 总统也好, 现在副总统也好, 应该要讲这些说话 但, 背后, 他们难道不需要负责任吗? 整个民主党, 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直谷集团, 这一班人 由George Soros, 一路去到这一班Hillary Clinton 跟着去到Barrick Obama, 跟着去到Nancy Pelosi 什么时候, 这班人不需要负责任吗? 他们所要负责任, 就是一种推波助难的责任 所以这个道义责任, 虽然不是法律责任, 道义责任是难免的 政治责任是难免的 你想想是很离谱的 就是这个荒谬的 今时今日, 如果大家去这样对Carmen Harris 射他, 我都绝对不赞成 这个民主社会, 用民主方式去解决问题 怎么可以掃出这样的暴力呢? 这个掃出暴力, 根本不需要选举 大家拿一枪片过, 西部牛仔 那不是这样的 现在他持枪的人士已经逮捕 FBI已经调查这件事 OK? 也都知道他是 持枪者, 借由一辆收丘车逃离 執法人员, 在现场犯100AK47的步枪 而佛罗里达州的Martin County的警长William Snyder 就指出, 警方在北上的95号周制公路 拦下了这一部车 拦下了车之后, 带走駕駛 相信是持枪者 被带走的时候, 被捕时冷静 亦都没有情绪 这件事发生在9月15日下午2点之前 而Trump也透过简单的声明说出 I am safe and well and I will never surrender 他安全无恙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 而且他绝不投降 所以这个继7月13日之后 又一单9月15日 即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 又爆发一场这样的一场 预谋杀人案 第一次肯定attempted murder 甚至已经murder 已经杀死了人 第二场案件 就是预备杀人 亦都好彩secret earth service 能够尽快发现到危险 之后紧急处置相当好 Harris就庆幸Trump安然无恙 感谢secret service 和相关司法单位的警觉性 将会按照拜登总统费登的指示 确保特勒拥有执行任务所需的资源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话 大家知道Donald Trump 亦都说明他是安然无恙 亦都很赞美secret service 各方面的警长、办公室的人 表达借意 因为他们在Trump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维安工作相当好 保护了自己性命 所以今次又大难不死 是否又必有后福呢 密切注意 但当然 这个情况 肯定有一帮人说 是否Trump找出来的鬼 不可能这样 这是个癫路 那个癫路是很害怕的 他会写的那本书 就是说 乌克兰是在打一场 绝对不会赢的战争 那场战争我说到台湾的 说到整个美国 现在帮乌克兰帮得不好 那他这个人 傻佬呢 他五十六岁 就是两年前的时候 曾一个人去过波兰 和俄罗斯的边境 希望参与乌克兰的战斗 那乌克兰就觉得 哇你太老了 五十六岁 现在五十八了 当年五十六了 五十六岁太老了 不欢迎你 接着又说 自己要做很多很多交易 希望进入里面的东西 人家都不欢迎你 那人家怎么会欢迎你 是不是 接着他又说了 乌克兰很腐败 事实上乌克兰很腐败 你不可以把乌克兰的东西和台湾比 乌克兰是一个半民传半陆团的国家 而且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国家 扎连斯基他拿着一个非常大的光环 但你问回乌克兰人 其实很多人都想停止这场战争 但厄于政治不正确 还有有个人做领袖做总统 拿着一个光环 到处就说要打下去打下去打下去 这种所谓玉石区乏的情况 是不是对呢 这个争论和当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争论 是一模一样的 而同时还有一个重要重点 这一场仗打下去对我们 全人类整个美国抗拒极权世界 的一种战略 是不是对呢 我先不要说大战略 说人命的损失 是不是对呢 你从小的每个人生命的尊严 以及更大的 你固存大局 减少人命损失 和抗中抗俄之间 你要做出一个审慎的抉择 那你打这场战争 是不是应该打下去呢 天天那帮左交说 今天乌克兰明日台湾的 你们想的是什么呢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今天以色列明日台湾 这帮左交是否继续支持以色列 签灭哈马斯呢 如果认为你被人欺负的 就应该要继续打下去的 是不是应该要同样的道理 支持所有在缅甸里面 现在的反抗军 就来占领这个曼德勒的了 那你是不是要支持他 康复昂山素姬 跟着签灭这个米昂来政府呢 同样道理 你美国是不是加入 本身应该早应介入孟加拉的冲突 而希望去颠覆当时的一个政府呢 非洲那么多国家 个个都说有公义问题 是不是你个个都要介入呢 J.D. Vance说得好 他在9月11日接受专访 那个Sean Ryan Show里面 一个Podcast的专访 他说呢 中国中枪侵吐台湾 但美国将所有武器援助温囊 恐怕影响台湾抵入中国入侵 加速地区冲突 他说呢 中国暂时不对台湾动武的原因是 第一不容易赢 亦都是怕有人死 颠覆他的政权 第二就是习近平呢 未必政权稳妥 第三呢 就是说 中国不认为 他们最终需要这样做 而需要呢 用内部颠覆的地方 而不是呢 用这个炮弹去攻击 但是他说呢 最终的军事的冲突呢 可能是在所难免 这个预测我先不评论先 但是他说的基本上是硬的 他说的和平方案是怎样呢 就是希望将目前俄国占领乌克兰的地方的领土 包括克里米尔 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 2022年2月24日开始战争之后 就是当时大幅失去的Domas 就是乌东顿巴斯地区 或为非军事区 就好像南韩北韩之间有个三八线 有个非军事区 非军事区的中间就是国界 之后呢 有一个非军事区是两边都设计 里面可能很多地雷 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不知所谓的东西 这个地方不可以有人进去的 有人进去的话可以击杀的 这个是非军事区 希望维持乌克兰的独立自主 未必 未必承认非军事区就是归属俄国的 这个地方依然归属乌克兰 但华为非军事区 所以我觉得值得坚持的就是这个地方 仍然属于乌克兰的主权范围 但是呢 两方不可以再派军队在里面 将会戒备森业 俄国不可以入侵 因为俄国一直担心的 你说嘛 就是北约东阔 OK 俄国担心的是什么呢 俄国提出几个条件 沃南从四个州撤军 答应 但俄国都要撤军 第二 西方解除对俄国制裁 Let's see 做好先算 第三 沃南放弃加入北约 特朗普和Fans的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 沃南维持独立 第二 所占的地区占领 占整个沃南原有领土的20% 或为非军事区 双方军队拒绝尽 第三 沃南保持中立 不会加入任何的结盟机构 它有没有包括European Union呢 我先不说一下 不要加入任何的结盟机构 也都不可以加入北约 这一点呢 基本上是将有关俄国方 原先停火 六月的停火方案 答应了大半的 这件事很容易促成双方的和解 即是说你没有割地 也都没有赔款 就是停止战争 停止绞育机 switch off 粉碎绞育机 制定这种所谓非军事区的方案 里面戒备森严 沃南保持中立 不入北约 Vanstersock说过 直斥将战争视为当代伟大人道主义使命 既虚偽 而且又错误 当作善恶对决 是心态不切实 而且幼稚 因为 乌克兰存在很多腐败问题 俄罗斯当然不应该侵略乌克兰 但乌克兰本身有多少腐败的问题 在里面 滲透是其一 拿钱是其二 当时有一帮我前几个月出席一帮沃南奋斗的义士 可能是在台湾的一些沃南人 也都在沃南政府服务过的人一起聊天 但是我对沃南都有发言权 因为基本上我和他谈过 其中一个是反贪局的一个女人 她在反贪局里面做官员 台湾不同 她是整个第一道链的枢纽 亦都是韩国日本所有资源通过台海东海的重要的地方 一旦被中国占据 玩完了他们 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沃南 再不要说晶片问题了 晶片在台湾生产 台湾一switch off 基本上超过五成以上的晶片 即刻断纜 即刻大幅的经济衰退 是不是需要这样呢 是要将台湾的工厂要多角化 要将它扩散是另一个问题 但我想这个方案是否值得考虑呢 当扎连斯基向现在费登提出所谓的胜利计划 说要提出终极战争 希望美国能够被大杀伤力武器给沃南 我觉得如果费登真的这样做的话 就真是很废的 是不是 你知道乌克兰 倒转猪头 倒转枪头就是什么 当时你怎么帮塔利班 当时你怎么帮阿富汗 当时你怎么扶植ISIS 其实这些东西 对乌克兰不是也是这样 美国不应该将一些优质的武器 给一些不可靠的国家 乌克兰并不是 哎呀Friend啊 抱着他亲爱的 他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 他不应该被人侵略 但他远远不是民主自由国家的伴侣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如果你不搞清楚这一点 我想你对国际的政治 未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对的 好了 这件事我们就要知道 现在特朗普的这一宗刺杀的案件 当然他多谢很多人 会不会继续影响到他选情 冲击到各方面的事 尚未可知 但肯定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连异作用 再说一次就是辩论会之后 9月10日 9月15日第二次行识 9月10日 就是川普和哈利斯的辩论会 在这个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 我想这一场的辩论会 当然涉及到很多问题 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究竟之后会不会再有辩论呢 特朗普也都心松过口 在Fox News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不要任何条件 明天就可以辩论 我已经参加了两场 第二场极度被操控 因为你看到Miller和Lindsay Davis 基本上操控了整个辩论的节奏 而且Fact Check 川普五次 哈利斯说错二十五样东西 一次都没有Fact Check 而且这件事我说过 是Mark Penn 前克林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 说了ABC和民主党 打了统统在先 有保密协议 这个是非常离谱的 就是这件事我觉得 如果说六月那一次 就是Trump和拜登的辩论 CNN的辩论 虽然是左交媒体 但是CNN的主持是合格的 公正的 ABC这个主持 没有人会认为它是公正的 Free on one的 三缺一 荒谬绝 Trump说 我在辩论中表现出色 该回答的都回答了 但如果我心情好 或者可以再辩论 谁知道呢 所以他会觉得自己民意调查 在领先中 他说只有拳击手输了 才要求重赛 那你赢的怎么会重赛呢 而CNN 大家在看左派媒体跟你说的东西 他不断说两个figure 一个叫做全国民意支持度 It is irrelevant 真正relevant的是摇摆州的情况 他一直不公布 而那件事是不是咬得紧呢 是 OK 但是不是好像他根本大幅抛力 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不断跟你说 哪个认为赢了这场比赛 那我发现六成七 或者三分之二 认为Harris赢了 三分之一认为Trump赢了 那不断吹了这件事 当然有相反的结论 但这个是irrelevant question 重点不是哪个赢了这场比赛 而是听完这场辩论之后 你会支持哪个 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哪个赢了这场辩论 哪个口才好些 哪个表现得好些 这场戏哪个做得好看些 各有各的各花入各眼 但你听完之后 你会投票给哪个 你看中间选民就很清楚了 我都说过 独立的independent voters 中间选民独立选民 他们在四大议题 包括经济 墮胎 能源 和非法移民 都是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 这个不止只是对Trump 甚至没有参众议员的候选人 都有这样的惠疑 而这个惠疑以前在9月10日 穿虾便之前未出现过 所以大家都是理性的 大家都会看到 中间又离票 向右倾斜 这一点是不得了的 而且摇摆州的情况 很多民意调查看得到 Michigan Pennsylvania Wisconsin Harris是没有明显优势的 虽然你看到有些调查 Harris现在劲 在hack5% 这个叫popular vote 全国民意调查 有几多加州的左交 纽约、新泽西的左交 他们继续把这些垃圾 很多的 越来越多 但是这些越来越多 这三个州的人 包括Illinois Pennsylvania 不要说Pennsylvania 比如说是Maryland 它们这些地方 左交的州 这些左交州 它们的人 暴升 很重要 但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popular vote 不会有变化的 你收尾了解 美国的 联邦的 选举团人制度 你知道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看popular vote 要分拆不同的州去看 尤其七大摇摆州 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而且特朗普很努力地做任何的亲近媒体的动作 主动调媒体访问 主动接受专访 他的ready的数目密度、长度 远远比Harris高 Harris这么久 只是访问过 和Rose受过媒体访问一次 最近ABC 也派出Six ABC Action News的主播 Brian Tuft 就问他 你怎样在降低物价 这个是九属经济 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一这样问的时候 他露底了 全部背台词 是吧 完全是将幕僚帮他准备的 都说了 人家问你怎样降低物价 救经济 怎样解决通账问题 你要回答什么 比如说 我会降低石油价格 开彩石油 特别不敢说 我会用极大的力量收紧银根 我会用各行的 这个譬如FedEx的措施 譬如说减息 譬如说减息 譬如说如何是加压至通货膨胀 你要加息 等等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说 你不是说你的证件 用经济的术语来说问题 你不是 他答什么 我是中产阶级的孩子 鄰居是以他自己的草坪自豪的 我的妈妈非常努力工作 护养我和妹妹 在我青少年的时候 他终于存到钱 买到第一间房子了 他很勤奋在社区长大 居民包括建筑工人 护理师和教师 所有人都活得有尊严 是我深刻的体会 我的证件 就是为新创企业 给5万元的税收减免 是为首扣族 即是第一次买楼的人 给2万5千元美金的 那么多 2万5千元那么多 这个资金的一个补贴 你说完这些东西 前面的部分是irrelevant 后面的部分 基本上不是降低物价 不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措施 是会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现在问你如何降低物价 可能我会给你钱 给你钱之后 那别人就加物价 那你如何降低物价 人家问你是how to reduce the price 跟着你自己 主持人都没有问他 你说要价格管制的嘛 是不是 你这个价格管制 那怎么处理问题 不行 是否要怎么做价格管制 没有旁考侧击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其他东西 这些东西簡直是忽的 如果这帮左交认为 林郑月娥当时派钱 就说 谁上车的话 给你多少钱 那都是忽的 就是骗鬼吃豆腐 那你怎么看Harris这个证件呢 是他英明的 林郑月娥是垃圾的 是不是这样去看问题呢 同样一样东西 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说 做人不可以双标 不可以双重标准 第二个问题就是 人家问你 跟拜登有什么不同 主持人问他 那你问我 他是男人 我是女人 他有什么政策 我有什么政策 他要维持 对中国的关税 我要废除他 因为我觉得对消费者不利 你就说清楚说明白 他不说 他说 我显然不是拜登 I'm certainly not Biden 我显然不是拜登 自己将会提供新一代的领导 什么是新一代的领导 是不是空费假带空的字 他说大力投资 工作机会领域 什么是大力投资 工作机会领域 opportunity economy 那怎么令到呢 什么工作呢 完全不知他说什么 而主持人也没有捉下去 摆明是给机会做势 而这些东西 听起我或者一些熟门熟路的人的手中 的耳中都知道 不可能这样去继续 就是给他的credit 然后很多左媒炒作 Ohhio Springfield 就是海地的非法移民 会偷吃猫狗的问题 然后拜登就说 不要歧视海地人 然后特朗普就说 重点是他一想人 会大规模驱逐这些海地的非法移民 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呢 左交媒体就说 15000个移民大多合法 没有收到可靠消息 第二很多的情况就是 没有可靠消息 没有按部 不代表没有吃猫狗 而这件事有没有具体的证据呢 有些媒体里面已经说了出来 我就说是爷非爷 我们希望有一个重要的影片 和大家说明 不是那些迷因 那我说真的 这个是说真的 有没有继续挖下去的需要呢 我觉得没有 为什么呢 重点不是那些居民 有没有那些非法移民 有没有吃猫吃狗 而重点是整体来说 2100万的非法移民 而且每日有配额 进来的非法移民 是不是应该stop 和英文deportation 应不应该deport他 这个应该要做的 是吧 所以我想这件事 要大家说清楚 算明白的 好 再来 更加就是说 辩论会 其实Fox News 已经说了很多次 特朗普说 卡玛拉 Fox News辩论 10月给你几个日子 卡玛拉完全拒绝了 NBC 卡玛拉 也卡玛拉继续拒 是吧 哈利斯 应该专注 这些未做的事 OK 应该专注这件事 是否第三层辩论呢 我说到最后 第一 哪个媒体举办 第二 规则是怎样 第三 主持人是否介入 去做偏袒的主持 这三个是基本的重点 现在提出一些媒体 但是一个一个都被哈利斯拒绝 所以哈利斯 摆明就是说 我们要辩论 但是你提出的所有的 Counter Proposal 例如Fox News NBC NBC已经阻加媒体 你都完全被人否决 你想一想 谁在否决这个辩论 谁在提议辩论 提议辩论就是Fox News 但是特朗普未决定 要否去加入 你说会不会有可能呢 有一半机会 有也好 没有也好 我想某程度上大小已经慢慢抵定 就是说中间选民有位移 向这个右派去支持 我相信这个影响 如果继续下去维持巩固的话 对于特朗普是有利 当然我不会过度乐观 我绝对不会过度乐观 我经历过2020年那一月之后 我也不会跟大家说过度乐观 因为世界上有一件事 就叫做媒体效应 就是他们这一班阻媒 不断在讲Fake News 和做票的疑问 这件事到今天我都未去除 当年的很多问题 其实到今天 是不是一直都是如此 都未解决过呢 为什么加州宣布的法令 禁止别人选票的挑战人员 要求别人出示Foto ID呢 那是不是别人出示Foto ID 不行我不看的 总之我觉得你可以的就是给你票呢 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这件事是大家要欠大家的解释 总之我们站在香港和台湾的立场 或者是我们在自由民主世界的公民的立场 和中国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很关心 记住专注三件事 双方候选人 他们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我认为共和党候选人 现在说的中国政策是具体的 60%关税 中国车到墨西哥 作出入美国100%关税 取消MFN 中国的最伟国待遇 台湾要加保护费 达到GDP的5% 而且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威胁 而且采取极度的阻吓措施 不要再采取以前的外交 又谈又砌又竞争又合作的方法 如果中国炸台湾 我们就会炸北京 如果中国改用人民币结算 美国征收中国100%的所有货物的关税 而Harris呢 讲的说不满关税政策 因为这个是锯锯这个consumer market 即这个消费者市场 That's it 其他什么都没有讲 OK 那我想问 在这个情况之下 哪个清晰的中国政策纲领 政见的纲领 我先不讲他达到多少 Trump一向都是达成很高的 OK 那Harris呢 他什么都没有的 哈哈哈哈在笑 即你一定要选择 between being a bitch or being tough 我都知道怎么做 哈哈 speech off 即说这些东西呢 是轻挑浮操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都不知道 第二样东西 俄会战争的态度 是要战亦或和 继续战斗就是Harris 在910选举辩论会的时候说 要继续战斗下去 But how till when OK 烧多少钱才满足呢 好了 你是不是将它 韩战化 越战化 你才安乐呢 而这件事 我觉得他这个时候 应该要结束的 即那帮左交 你是不是知道 韩战 越战怎么打的 越战到1975年 打了多少年 由甘乃迪 詹森 一直到尼克逊的早期 基本上都在打这个战争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你说死的是人家 你的钱呢 你的纳税的钱呢 你的国富呢 你的盟友呢 你对于最大敌人 中国的态度呢 这场战争 真的值得打下去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怎样才将人命的损失 减到最低 而不是在于 哎呀 究竟哪个赢哪个输 究竟哪一个拿到什么光环 你说真的 是重要吗 重要是人命重要 地缘政治格局重要 还是那种所谓 胜负之分重要呢 你自己想清楚一下 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实质的东西 而不是要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最近去到 达南撒拉一件状人 有好几个状人 二口同声不同时间 跟我说过 这场战争应该结束的 应该结束的 他的理由不是生命 虽然佛教徒讲生命 都会讲生命 除了讲生命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这场战争 会将美国拖入这个泥照 他们都会这样的 他们都会这样的 而不认为这件事值得这样做 刚刚我说过 J.D.Vance的想法 是正确的 第三个要看的地方是通中门 不是通俄门 是通中门 华兹 他本身 他家族都不支持他 华兹 几十年在中国的生意是什么呢 他和那些三藩市的僑社的关系是什么呢 哈里斯 我先不要说 Villy 我先和那些前三藩市的市长的关系了 那他和那些僑社的关系是什么呢 中国因素 通中门 另外 另外 纽约市的副幕僚长 两任的纽约市长 郭毛 古莫 和这个侯可 Houtchel 他们的幕僚 尤其是Houtchel的副幕僚长 孙文 和他的先生 胡销 也都因为间谍罪被捕了 另外 更严重 纽约市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孟超文 担任美东河南同乡会的副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这个美东 美国东部的河南同乡会 是中国统战的外国机构 这个孟超文 显然就是外国代理人 而这个孟超文也加入了华裔支持 哈华 哈里斯 华兹 组织的联合主席 可见他的手 是不是伸得入民主党好心呢 中国因素 中共因素 涉入整个民主党的选举campaign 和共和党的选举campaign 我们都要等量齐观 哪个多呢 哪个臭蹦蹦多些呢 哪个才是真正核心的问题呢 我已经讲完这资料给大家听了 如果你认为 支持哈里斯才是抗中的 我就给多个事实给大家看 自己看一看 睁大眼睁一看 睁大眼睁一看 现在所有那些 星岛 明报 大公 文汇 是香港那些左媒报纸 其实一页自丑 看回所有这些报纸 你自己看下 支持哈里斯多些还是支持特朗普多些 支持哈里斯多些 他们两个都会骂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掩眼法 不让你知道他真实的想法 但大家知道 通过香港的左媒 你会看到他更加支持 哈里斯当初 为什么 自己人 或者不是自己人都好 弱抗中 好过强抗中 你要又倾又拼又竞争又合作 好过呢 要搞这个所谓的 对抗 阻害 如果中国打台北 这样美国就会炸北京 如果中国宣布人民币结算 美国会加中国100%关税 他害怕的 这些才是他们最害怕的 你问美国的选民 你跨党派去问 因为关税政策应该延续的 过半数 六成七成支持的 喂 你哈里斯这样搞法 我是很担心的 即今天他所做的事 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想 希望做到的事 这个才是我最大的一个质疑 希望大家掌握中国政策 和国会政策 通缩满起三个重点 跟着关注摇摆州 关注独立选民 关注媒体的力量 和选举制度的 是否舞弊 不知关注要do something 我不可以在地方说得很白 really do something 而且现在的众议员 应该做多些事 很多东西是值得做的 当然现在很难 因为众议院通过的法令 一定要参议院都要通过 而参议院的民主党 多一点点的票 控制到 所以这件事都比较悲观 但可以做些什么呢 各州 各州 尤其摇摆七州 希望大家 每一个 如果在听我的节目 在美国生活在摇摆七州 do something 你们比我更加能够有能力去做一些事 去确保美国选举制度的工程 这个我不是空月来风 不是指虚乌有 不是指尚谈兵 不是风花雪月 不是跟你说 即是 今时花千里 幸别了经心 我现在跟你说一些 真真正正的风险的存在 为什么会有一些幽灵人口 成为注册选民 为什么一大堆的 不知道这边来的一些 邮寄投票 此一道都算的 为什么外州的人 来这个地方投票 为什么不需要photo ID 为什么不需要check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需要美国公民可以投得票 这些东西是否应该要预移 即暴即港 通过舆论 通过司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美国怎样烂船三斤钉都好 怎样腐败都好 它都起码有独立的司法 和自由的媒体 希望大家珍惜我们有的东西 运用我们的勤力 运用我们的diligence 我们的审神 我们的尽职调查 好这样将事情 就是澄清出来 这点才是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看着哈利斯虚假的表情 看着左媒和哈利斯的勾结 我真是非常心寒 我希望美国人能够看到这一点 你的决定 影响到我的生存 我的关心 是不是和我有关 不是和你们有关 那么简单 所以我就说 人一几一 人悲 我亦都悲 所以我就说 这件事是 我们 可能是整个美利坚世纪 关键的一役 亦都是和台湾生死存亡有关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明白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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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